醒醒 Hello 大家好 又是小孩子3時 今天有ace8時 我們說的故事叫《螞蟹絲的剪刀》 小朋友不知道大家聽過沒有 這個《馬蒂斯的剪刀》作者是貞拿溫特 這個作者本身有很多不同的故事書 有很多都很有名的 例如有《勞子圖書館》和平樹 和巴斯拉的圖書館員 有很多很有名的作品 如果小朋友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找找這個貞拿溫特的其他作品 今天我們先講《馬蒂斯的剪刀》的故事 《馬蒂斯的剪刀》作者貞拿溫特 在一個織布小鎮上 在法國織布小鎮上 有一個小朋友 叫做亨利馬蒂斯 有一天在家裡 就和媽媽一起 在家裡的廳裡 媽媽一直在畫瓷器 在這個花瓶上面 在畫一些不同的圖案 亨利馬蒂斯 就去看看媽媽在畫什麼圖案 看一看一看 其實她自己也想畫一份 雖然她沒有在花瓶上面畫公仔 但她選擇在不同的沙上面畫 還會有時候畫在貨本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圖案 當馬蒂斯長長長大了之後 大過了 她開始在不同的物件上 還會畫在不同的貨本上 還有證書 還有在家人的圓竹上 她畫到樂而忘返 有些什麼物件上 都會畫畫 有一年冬天 她有盲腸炎 所以就留在家裡 在床上 都沒有什麼工作 她又拿起一張畫紙 她媽媽還給了一盒水彩 給她 她在床上 拿著水彩和畫紙 一直畫 一直畫 畫到她病好為止 她一直繼續畫 她本身 希望做一個律師 也放棄了這個夢想 甚至不做律師 她還離開了自己住的小鎮 住的家 去了巴黎這個地方 去做一個畫家 如果大家印象 這個就是巴黎的Tita 馬蒂斯每天都不停手地畫 無論什麼物件上 她都希望畫到很多不同的圖案 在上面 一年又一年 她很開心 她自己的畫作 帶到歡樂和開心 給其他小朋友和其他人 你看看她的畫 很多不同的圖案 和很多不同的主題 有些可能是人像 有些可能是物件 你看到這個是金魚 等等 什麼主題她都會畫 在後來 馬蒂斯畫了很多年 開始越來越老了 她還生病了 她生病到已經不能再坐起來畫畫 只可以睡在床上去休息 Hunt conscious 她想畫的圖畫還項目 都沒有在她的夢中 飄來飄去 沒有想畫畫 zich 不可以將她想畫的畫面 畫到畫口上 到oppelpes 到有一天 馬蒂斯 可以打開眼了 他打開眼睛你看看他的樣子 很愁眉苦念 和很不開心 因為他只可以睡在床上 最多都是在輪椅上坐著 沒什麼精神去畫畫 所以他很不開心 他心裡想 難道我這樣就不能再畫畫? 然後馬蒂斯繼續休養 有一次他搬來海邊的一間屋裡休養 你看他精神好很多 沒有像之前那樣 眉受眉苦念 而海邊的空氣 都令到他慢慢 精神過來 也有好轉 所以沒多久 他就可以坐在這裡 繼續畫畫 你看他又拿起了畫筆 開始畫了 有一天 馬蒂斯 這次沒有拿起畫筆 拿了一把剪刀出來 在紙上 剪來剪去 剪不同形狀出來 你看 有很多不同形狀的紙張 剪了出來 這次 他這次 他這次 不用畫筆 去製成一幅畫 而是用剪刀 去製成不同的圖畫圖案 慢慢 馬蒂斯 每天都在剪刀 哎呀 原來剪刀 是可以更開心的 為什麼我不可以早些想到 原來剪刀有帶給我這麼多快樂 然後 他就一直剪 越剪越開心 而他的助手 和他的朋友 都幫他在紙上 塗上不同的顏色 讓馬蒂斯 可以在不同顏色的紙上 剪作不同的圖案 對馬蒂斯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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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好像重生了的機會 因為 不再是畫畫了 他還可以剪不同的畫 剪不同的形狀出來 掛在家上 你看 有多少剪子的作品 貼在牆上 全部都很漂亮 很色彩繽紛的 有一天 晚上的時候 馬蒂斯睡在自己的床上 突然之間 他拿了一支很長的桿 來畫不同的圖案 他試了在天花板上 畫了不同的樣子 面容 在上面 這些全部都是他自己的小朋友 他的子女的樣子 他希望他躺在那裡的時候 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子女的樣貌 而在夢境裡都希望看到他們 可以和他們一起見面 他很開心 連做夢的時候 也有不同的形狀 和他自己的小朋友的樣子 陪伴著馬蒂斯 時間一天一天的 馬蒂斯展出不同的圖案 就越來越大 你看看 大到 他在床上 都擺不完 都擺不完 超級大 他的人 你看看 雖然馬蒂斯 行動很不方便 不能到處去 他很多時候都要在床上 休息 休養 但是 沒有令到他剪指 這件事 停下來 反而 他還在自己的床邊 創作了很多不同的圖案和作品 有些好像是葉的形狀 有些好像是一隻小鳥 兒子 慢慢形成了 好像有一個小花園在他家裡 你看看 很漂亮 很色彩繽紛 很多不同的形狀 真的有一個很大的花園在他家裡 你看看 馬蒂斯多開心 他面上 還帶有笑容 不再像之前那樣 受微苦練 而一晚 馬蒂斯 就走去 在他的紫花園 周圍看 周圍觀想 周圍看 周圍看 而那一晚 也在夢境裡 被人帶走了 回到天堂 之後馬蒂斯就沒有再醒了 就這樣 就離開了這個人世了 不知道我們平日晚上看到的星星會不會都是馬蒂斯剪出來的呢? 小朋友 這個馬蒂斯 是在法國的小鎮出生 他大半身都在巴黎裡成長 七十二歲的時候 他有了重病 因為有癌症 所以身體很虛弱 但是馬蒂斯 沒有停止到畫畫 以及繼續剪紙 甚至乎 甚至乎在他離開這個人世之前 過了生之前 都仍然繼續 他很努力 去將他這個 興趣和夢想繼續 希望呢 希望呢 小朋友呢 你們都不要放棄自己的將來的夢想 今天的故事講到這裡 馬蒂斯 他用他一生來 有不同的創作 可以剪了不同的紙 亦都畫了很多不同的畫作 小朋友 你都可以運用你自己的畫筆 以及 剪剪不同的作品 希望大家也喜歡今天這個故事 《馬蒂斯的剪刀》 各位小朋友 你們都可以在我們的帖子下面 按一個Google Form 回答兩個問題 然後呢 我們會選兩個答對問題的朋友 我們會抽獎 抽中他們就會有 匯本一半 或者是50元的re-store-coupon 五日後就會截止 希望各位小朋友 和家人一起把握這個機會 去參加這個有獎的遊戲 好 得獎者呢 我們會用電郵的方法 去通知大家 今天呢 細細路三點鐘 爸爸媽媽鬆一鬆的時間 就到這裡了 明天同樣的時間 都有我們的節目 記得來支持我們 拜拜 下水 他們PUM 在哪裡 還可以 吃 你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